海洋生物的奇观 我们来看看美国东部外海 最近出现了这么一只全身金黄色的大龙虾 被渔夫捕捞上来 就给专家鉴定发现它是基因突变 才会造成身体的颜色改变 按照机率推算 每三千万只龙虾 才可能出现这么一只黄金龙虾 真的是非常罕见 美国缅英州一名渔夫 日前意外捞到黄金 一只超罕见的金黄色大龙虾 因为非常稀有 没把它下锅吃掉 而是交给专家鉴定 并且捐给新英格兰大学海洋科学中心做研究 渔夫捕捕捉这只黄金龙虾当下 还依照它的颜色取名为香蕉 海洋生物学家表示 这种颜色变异的龙虾 正式名称为水晶龙虾 因为它天生罹患白化症 身体缺乏色素 导致甲壳呈现罕见的白色或白斑 至于会变身金黄色 是它甲壳色素中的蛋白质基因突变 发生几率三千万分之一 专家进一步指出 野生动物一旦出现罹患白化症的个体 外表非常明显 很容易被猎食者投一个钉上 优先猎捕 生存机会大大降低 因此这只超罕见的黄金龙虾 科学家决定不把它也放回大海 要跟缅英州海洋资源和生物科研机构 合作研究气候变迁 对海洋生物的影响 希望找到野生龙虾数量有变化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杨振平编译